1月13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大陆新冠肺炎疫苗在研发生产过程中 始终将安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 大陆台胞对是否接种有选择权 疫苗接种完全自愿 2020年12月 国家药监局正式赴条件批准中国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上市申请 已有的数据显示 其保护效率已经达到世卫组织和国家药监局相关的标准的要求 截至1月9日 已经累计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900多万剂次 疫苗接种完全是在自愿申请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 台胞对是否接种疫苗是有选择权的 朱凤莲表示 目前各地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正在分阶段有序进行 对包括大陆台胞在内的符合条件的群众都会做出妥善安排 根据统一的工作部署 厦门市是在12月14日 是启动了新冠肺炎疫苗重点人群的接种的工作 第一阶段是先对医疗卫生人员 涉及进口冷链物品的口岸 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等9类感染风险比较高的重点人群 来进行疫苗的接种 厦门台资企业协会等机构服务在厦门的台胞 对这9类人群当中自愿接种的台胞进行了登记统计安排接种 目前广西厦门等地方部分台胞已经接种疫苗的 都不需要个人付费 春节临近受疫情影响 在大陆过年的台胞比往年更多 对此朱峰连表示将协助在大陆过年台胞过一个安宁祥和的好年 春节前夕各地台办都将根据疫情防控相关的要求 协助当地的台胞台企做好安排落实好防疫的措施 同时各地台办也会以多种形式走访慰问当地的台胞台企 深入了解他们的具体的需求 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全力保障在大陆台胞过一个安宁祥和的好年 此前有台商反映 台湾防疫旅馆供不应求 入围定道旅馆则无法登记返台 返乡过年之路困难重重 对此朱峰连表示 有关部门将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和台胞返乡需求 尽最大努力提供协助 同时也希望台湾方面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在大陆台胞着想 为他们返乡提供相关的便利